嗨大家好我是東尼 今天你遇到三寶了嗎 那今天就是熟悉啦 那應該很多人 今天應該都很忙啊 準備晚上要吃團圓飯 那在這邊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這是一個新的單元 是我平常騎車的時候我拍到的 行車就一起拍到的 那其實我覺得也不要說什麼三寶不三寶啦 我覺得騎車有時候難免大家會不小心違規 那我覺得都還好 怕就是怕那種自己都違規了還不知道 而且那個違規真的是會害死人你知道嗎 有些人騎車的邏輯跟開車邏輯 我真的是不太懂你在想什麼 我們就看下去吧 好那這一個影片啊 我相信很多機車騎士 應該最怕遇到的就是 腳踏車這種三寶吧 其實在路上真的蠻多腳踏車 都沒在看交通號制的 綠燈起紅燈也起紅燈也起 然後不管有沒有車衝就對了 因為他們覺得根本不怕會被撞到 你看這個 這真的是讓我有點恐怖啊 看到嗎 向頭右邊 衝出一個腳踏車來 這個阿姨根本沒有在看 左手邊有沒有車 他直接騎出來 如果說今天換成別人 靠的很右邊在騎 那這個應該是直接種下去了 所以我奉勸各位在騎機車的時候 遇到路口真的還是要煞車比較安全 而且大家剛好看到最前面嗎 我們再看一次喔 前面這台汽車要左轉 他直接偷跑啊 快速往線直接左轉耶 這個在路上也是蠻多的耶 看這樣短短不到 一分鐘的路程 你就可以遇到這麼多奇怪的人 真的大家騎車小心一點 那這個我也是蠻傻眼的喔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 闖黃燈 我覺得可以合理的解釋 然後你仔細看喔 我要準備要換綠燈喔 所以前面 另外一個車道會有人搶黃燈 我覺得都很合理 這邊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這台車是 哈囉 已經 紅燈 一段時間了吧 你從那裡爆出來啊 可以告訴我嗎 真的是傻眼啊 所以各位 不是綠燈就是安全的 還是要看一下左右邊啊 我還蠻怕一種就是齁 他左轉或右轉都不打方向燈的 你要用拆的才知道 他還要去哪邊啊 看看前面這位老兄啊 他一直起中線靠右邊 看喔靠到右邊喔 然後沒有打方的喔 結果哇 你左轉啊 我到底要用拆的是不是 還是當我會關落陰啊 我怎麼知道你要左轉右轉 麻煩可以打個方向燈嗎 各位 應該都會有考過駕照吧 要左轉打左轉 要右轉打右轉好嗎 來我們看下一個 這邊也是跟剛剛不打方向燈很像 可是 這個是不一樣喔 那個要切換車道 或是變換車道 是不是可以打個燈啊 沒有打燈直接開過來 然後 又再開回去 那到底是 你要開哪一邊啊 可以告訴我嗎 然後這個阿伯也是啊 完完全全的在那邊慢慢騎耶 大哥 前面沒有車 可以騎快一點點嗎 後面塞車囉 哇靠 這很狂耶 2點幾阿 那個 為什麼我不太懂 很多人左轉 都喜歡從 在車道 然後到這些左轉捏 為什麼都左轉都不在那車道左轉啊 然後每個都從我前面這樣轉過去 傻眼啊 這 真的是 只能說 三寶就是三寶 那看到這麼多的影片 我覺得 就只是想讓大家知道 騎車真的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那也麻煩各位 騎車不要害別人了 自己行多加小心 要害自己就害自己 不要害別人 那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 就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那 並分享我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吧 掰掰